我也沒想到我來到我GOTHEAM 其實也沒有XXXX 那你也有後悔嗎 當時候講我 不踏實啊 你沒有做過啊 到現在為止 他們還是會講 中國人家是經常的東西 但是用那種東西來形容 現在這樣的 你的 Putting 我今天單獨約了一個男生出來 對不起莊精益 要背對你們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沒有辦法 她真的太重要了 她就是我們剛剛加入GOTHEAM的 新MC 麦咯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 對他都有很多的好奇心啦 像我自己本身也很想要了解他更多的 所以今天就單獨約他出來喝茶 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這個新人啦 首先就是看一下 他有沒有遲到 態度很重要 絕對一切OK 哎呦很真實喔 哎呦哎呦哎呦 OK啦可以啦 你沒有order飲料的 沒有在等你吧 所以就是等我給錢 等我幫他order 等我做卡卡 OK吧 OK吧 做新人來的 訓誰仇啊這種新人 OK不用緊我聽你 我聽你 那少爺醬啊 他讓我服侍 他約我出來就要請我吃嗎 呦這麼計較的咩 所以了解新人第一點 夠計較 這樣得空呢 你約我喔 我一定要得空喔 你不是有另外找工作做啊 沒有聽說啊 對啊我特地遲掉那份 沒有啦 我就是每逢星期一都是會 進來開會 對對進來開會 然後空出那個時間 聽說你以前是空上來的喔 不是很好賺的咩 其實是蠻好賺啊 就是正常的工 賺一個四千多五千 就有很多人講 欸你應該去賺一個十多千二十千 其實大家知道大家的事情啦 可是我也沒有想到喔 來到Gothian 其實也沒有很高空間 是的 有後悔嗎 少少啦 真的啊真的啊 然後可是畢竟拿了三千嘛 you know ok啦就覺得 ok啦起碼平衡一點 對 那你本來想像的工賺是怎樣的 對啊我想像的工賺就是 you know 跟你們一樣 然後有天天拍攝啊 然後有on air啊 然後工賺應該 因為我聽說啦 我們的一哥一姐聽說啦 工賺有去到七八千 九千 真的假的 分分鐘可以超過五位數啊 阿周你啦這樣高工錢啦 原來 我都不知道咧 Jo 你賣了什麼好處給阿Boon 是喔 阿周應該拿了Double我的人工耶 Double你的人工有沒有 所以現在你後悔進來Gothian 有想要走嗎 簽了約走不了解 走不了 所以有想過啦 有啦看到那個錢的時候你也有講過 最終的目標是什麼錢 最終的目標是取代阿周 高度可以啦 高度 高度 年紀應該也可以啦 你們comment喔 我不懂喔 你有拍拖嗎 不敢拍拖咧 我覺得男人一定要有經濟能力 一定要穩定 你才能有女朋友 女朋友是來疼 是來讓她過好生活 而不是讓她跟你一起搭 可是我很多朋友都講 你拍拖閒啊 女朋友會陪你一起搭啊 搭到去什麼你成功的時候 就證明那個女朋友是值得結婚的 對對對 我想法就是我女朋友不能跟我玩 她是來想服務的 我覺得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遇到喜歡的話 說不定她會是你的動力 你萬萬不會想到 有可能真的就是因為這個女生 你比現在拚兩倍三倍 你有談過戀愛嗎 去年為期不到兩個月 為什麼 那個是我的初戀 你在此才談戀愛不像你耶 其實很多人都講我的樣子 很像包包公司 真的 左攬咬我 對 正因為很多女孩子有這樣的想法 真的 這個是真的 講回我的初戀啊 那個也是在我當社一個工作的時候 那我遇到 她是일我兩年吧 跟她分手的原因是 我自己做的問題 哦 这样是你的问题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他向你投资什么 需要到我的时候可能就是VChat 我都不能满足到好 就是见不到面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是住Nilai的嘛 很少在KL 但我在KL的时候 我是因为有事情 就是有拍摄啊 还是什么我就会回来 可是回来我又没有去见他 所以我就觉得 一个月才见那四五次我好像 其实你没有很爱他耶 因为如果你够爱他的话 你不会这样 一定是不够爱他 家人有没有支持你进来募选 完全没有 我家人从我18岁追梦到现在啦 因为我家里的人是比较踏实的 文文整整去找一份工 每个月拿一个几千块 两千 一千这样子 然后给家里多少 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从小就一直关署这个想法 不踏实啊 没有做工案 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是会讲 就拿进那种东西 他们是用那种东西来形容 现在这样的娱乐圈 哇 家里不是很难受 四五岁啦 对 所以我又不能有女朋友 我怕我有女朋友的时候 我会跟他诉这个苦 要不然你的苦哪里 往哪里发泄呢 嗯 你当空少的时候他们有反对吗 当空少的时候他们 呜 空少在他们的眼里 就是比如说医生 律师 什么什么 然后就到空少 对你跟你家人有没有因为 有啊 工作然后吵架 有啊 之前就比较长 18岁到22岁 这期间一直吵架 可是你那个时候还很年轻耶 对啊 现在就会冷哦 就他们会讲我就滚下去了 可是我听说 如果你没有拿到冠军 你是打算放弃的耶 是啦 真的 因为我毕竟追了 太久了 我觉得人生还是要踏实了 18岁到现在24岁 我觉得6年了 就我之前拿过的成绩 都没有让我上一层门 所以如果这一次也是不能的话 我就觉得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要定下来 稳稳定定找一份工作 我放弃空少也是其实真的 真心 就是要追闹 一家七孔 我是排最后第二 嗯 我唯一最感谢我人生 你要讲感谢一个人 如果我很像拿Oscar奖 我会感谢我 真的不会感谢我爸爸妈妈妈 我会感谢我的大姐 那什么 很揪心的东西 就是他会跟我讲 我可以再support你 因为其实他整个家 不是我爸爸妈妈在抗 我姐姐一出社会19岁 他大我7年 他19岁开始扛这个家 他的工钱2000块 就是给完2000块家 他讲 我到现在我没有记住 就是因为这个家 他讲我可以再support你 他讲我可以再support你 可是你25岁就好收起来了 所以唯一support我的就是他 我跟我二哥的感情不好 从小到大就打架 然后打到 打到现在哦 就是没有讲话 淘架的时候 他就会拿我追梦 看你这个人 什么废人啊 没有成果的东西啊 你现在讲我什么废青啊 然后我爸爸妈妈也 不至于讲到这样 可是他们也是不支持的 拍这个东西有钱咩 你拍了就怎样 拍了有机会吗 有机会 你有上天之外 你有跟老伯母这样子 你有跟着什么 啊 这样你压力蛮大哦 以前是压力散大 现在唯一的压力就是要 fulfill 我姐姐的那句话 25岁之前 我一定要 我觉得我现在 可以了 那你觉得25岁你要 达成什么目标 你才是 fulfill 到你自己的讲的啦 在 Goshen有一席之味 而不会让人家觉得 可有可能 比如说 这个Onair或者Goshen 一定要有 Mac 有Mac的话 整个东西就是Goshen 那就是 还有那个味道在 哦加油啦 希望你 达成梦想 加油 fighting 赶快给他鼓励的话 在下面comment comment